大家有沒有留意英國和美國已經幫國民開始打猴斗的疫苗 其實就不是針對猴斗的疫苗 不過是我們以前用的天花疫苗 天花疫苗基本上已經停產了很多年 但因為要應對恐怖襲擊的威脅 很多國家都儲備了一定數量的天花疫苗就以備不時之需 他們打的方法就不是全民打的 他們用了一個方法叫Wing vaccination Wing就是一個環的打法 簡單來說就是如果你發覺有個個案是有猴斗 證明了他有猴斗 這個人曾經緊密接觸過那些人 那麼就追回他們出來就幫那一圈的人打了疫苗 因為這種疫苗本身就如果你就算你叫做Pose exposure 就是說曾經接觸過患者的話 那麼你未發病打針都仍然可以防止到那個病的 那麼這個方法並不是什麼新奇的東西 那麼非洲那些猴斗是風土病的那些國家 從來都是這樣控制的 就是煩斗那裡有一個爆發了 那麼就追回他們接觸過那些人 接觸過那些人 就在一個圈這樣就幫他打了疫苗 那麼就從而去控制到那個疫情的 基本上都挺成功的 猴斗這個病毒本身看來就不是說真是 說好像新冠那樣 突然間有些新的病毒走出來 有些什麼特別變化 傳染力高了 可以人傳人 不是這樣的 他都是赤松以往差不多的而已 人傳人是比較困難的 還有傳染的過程應該都是經緊密接觸 緊密接觸當然會包括性接觸 為什麼現在世界各地 突然間好像多了很多猴斗的病症呢 原因就在猴斗這個病 因緣際會之下就感染了不少的同志 因為同志的生活方式 其實中間都不少人有比較多的性伴侶 變成了性伴侶之間 當然就不僅是性接觸本身 就說經常的close contact 緊密接觸 皮膚貼皮膚 一樣會傳染到這個病毒 那病毒其實主要在這個群體裡面 就從世界各地去散播 沒有這個原因 在倫敦感染猴斗 平均年齡的38歲都是男性 大部分人都報稱 就是會同性之間有個性接觸 再說一次猴斗就不同新冠 以它這麼低的傳染力 很難就演變成為 像新冠病毒那樣這麼誇張的 全球大爆發的 除非一件事就是說 如果真的感染的人數夠多 在一些 即是平時很少發生這些猴斗的地方 譬如說在西方先進國家 感染了這個猴斗的人太過多 這群人就將那個病毒 就傳了去另一個動物的物種 譬如說 不幸運 它走了到老鼠那裡 這樣算了 那走了到老鼠那裡 老鼠成為一個病毒的溫床 因為人和老鼠之間接觸很多 這樣的情況之下 老鼠有機會將這個 病毒再傳給人 這樣的話 疫情可能的範圍會大很多 話雖如此 在先進國家抵抗力OK的話 猴斗似乎是一個相對溫和的病 就不是有什麼很高的危險性 說回英美國家現在幫他們的國民 做Wing vaccination 即是幫那些 close contact 緊密接觸者打疫苗 都有它可以相確的地方 因為這個疫苗 亦都跟其他疫苗一樣 不是沒有庫狀的 那它就可以跟一般疫苗 引起那些 比如發燒 就算骨痛 也有一個很少的機會 它引發腦部發炎 腦炎本身是相當嚴重的 幸好打了針後引起這個問題 死亡率可以相當高 它不普遍的 不過總是有這樣的機會 我也聽過有些人說 要對付猴斗應該全民打天花疫苗 就叫藥廠快點復產 但是人多打的話 這些人命代價就會非常明顯 大家未必接受到 我最近買了一些新的燈光儀器 大家可以評價一下 今次我拍這個影片 那個燈光有沒有值得改善他們 好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 請你留言點讚訂閱 下次再見 拜拜 不能分別來 大家有支援 點讚 多死 lifting Flow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